歡迎收看今天的不言樂秀 今天一樣我們有call-in的部分 我們請小編幫我們把call-in的連結置頂 好不好 在聊天室置頂 我想這禮拜是這樣子 這禮拜很多人都在關心這個疫情 雖然剛才樓哥跟我說 沒人要關心疫情 疫情還是會關心 跟每天要吃飯你還是也關心你今天要吃什麼 有這麼的悲觀嗎 還是很多人其實他只想關心政治 這我就不知道了 政治關心來關心去不就那樣子嗎 你在怎麼關心朱立倫還是當主席 對不對 所以我想還是要關心一下自己切身相關的事情 好吧 先來跟大家講講這一次 疫情真的是 感覺起來過年前就像蘇貞昌院長所宣告的 不會升三級了 所以大家放心 這個叫什麼過隔好年策略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政治防疫的過程 昨天我其實已經有談了一部分了 現在我們更進一步了 今天有幾個訊號段代表說 執政黨已經確定 就民進黨接下來會採取的策略是越來越清晰了 幾個訊號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 我剛才又看了一下 陸陸續續有很多人出來放風聲說 哎呀 這個要 這個要共存啊 這個 這個要 這個 這個譬如說陳建仁就出來放這個 就要共存的這個訊息嘛 那其實也不只陳建仁啊 很多人都出來講了 這個疫情 這個因為現在有疫苗了嘛 所以這個共存啊 包括啊 好像輝瑞藥廠的這個CEO講什麼 都上了新聞 基本上都在講這個就是說 怎麼說呢 就是要慢慢的要說服大家來講共存這件事 陳醫師說他可以來聊這個疫情 我把那個 我把那個什麼連結給他好了 把它複製一下 來來來 看陳醫師要不要上來聊 那現在比較 比較這個大的一個問題是 疫情當然大家麻木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到底要不要打第三劑 那第三劑到底有沒有用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陳醫師說他不會用 不會用Discord 那怎麼辦 我等一下先撥Line給他嗎 還是怎麼樣 但是這樣子我們其他房間的人就聽不到啦 就只能先聽Youtube對不對 你先用Discord 好啊 不然我播給陳醫師好了 我們讓陳醫師來聊一下好了 喂 哈囉 接到了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有有有有聽到 好好好 既然既然您要講我就不要觀光面前耍大刀了 這個怎麼能叫觀光面前耍大刀 就聊一聊可以 可以可以 陳醫師請說幫我們分析一下 現在我是不打算打第三劑 很多人在討論說要不要打第三劑這樣子 你要先問我 你要先Cue我說我有沒有打 你不是一劑都沒打嗎 這當然就知道了 我一劑都沒有打 對 是是是 那我們就老實報告給大家我一劑都沒打 那你這樣會不會有一些某種隱藏的壓力 有沒有在 我一直不覺得 是是是 那個先跟大家就是問好 就是歷史哥的各位同學 還有就是在五二上面的朋友們 大家好 謝謝大家好 不過我也要跟大家老實交代我是獸醫 但每次講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都會稍微講一下 其實動物有很多冠狀病毒的疾病 冠狀病毒不是只有出現在人 他在動物有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 形態跟我們這一次爆發的這種呼吸道感染呢 其實是有類似的狀況 是 所以我一直在Telegram有用我自己的頻道去談這個疫情 還有就是說 以獸醫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講說 人到底是不是一種動物 嗯 是啊 你覺得是不是 當然是啊 人這種可能不是動物呢 對 對 所以我們應該不是自外與大自然 對不對 嗯 就是說 有病毒 有動物 有生物 然後這個病毒在不同的生物上面發生 發生了一些疫情的狀況 嗯 你 你雖然不見得會百分百比照 但你是不是應該睜開眼睛看看這個病毒在其他動物身上發生的事情到底有沒有值得我們人類做參考的地方 對 對 對吧 所以我就要講這件事情 嗯 冠狀病毒 這很重要 我想歷史哥的邏輯和脈絡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可以講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說 其實冠狀病毒在動物啊 是有很多的傳染病的 嗯 好 那因為 動物比人更早就 產生一種密集飼養 意思就是有點像我們現在這種 密度比較高的群聚的狀況 哦 我懂你意思 現在人住大樓公寓其實也很像動物住在籠子裡 對 對 就是比較小單位的面積上面有比較多的動物 嗯 這樣理解 對對了解了解 嗯 好 所以冠狀病毒在動物身上出現了兩個很明顯的特徵 我在 嗯 新冠爆發的時候我就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我也建議大家把它放在你的心裡 嗯 第一件 冠狀病毒是一個非常會變異的病毒 對 確實 嗯 它會變異的這個特性 幾百年來如一 嗯 沒有改變過 好 第二點 在動物身上既然有這種嚴重的傳染病啊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也有用過疫苗 嗯 嗯 有 一定的啊 對 這個動物也是會希望解少它死亡率嗎 因為這跟錢有關係嗎 是的 嗯 所以第二個特點我就希望大家放在心裡面 我從動物身上看到動物使用冠狀病毒疫苗的效果 嗯 不怎麼樣 哦 是 這個動物的冠狀病毒的疫苗已經行之有年了是不是 很多年了 哦 了解了解 嗯 對 所以我常常用一個形容詞叫做這個病毒的疫苗有用又好像沒有用 嗯 嗯 就是 有感到沒有 有感到沒有 對 所以我們甚至在那個家禽啊就是類似像冠狀病毒引起這種呼吸道系統的整個疾病啊 有的時候我們會講一句笑話就是你沒打疫苗沒事 又打疫苗反而事情很大 哦是 那這個冠狀病毒疫苗在動物身上的主要的適用的狀況現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就是介紹一下 嗯 冠狀病毒在動物不同的動物身上會有兩種不同的狀況 像比如說像豬 哺乳動物啊 他最常出現的就是消化道的問題 就是上吐下泄 然後 拉到可能會死掉 對 那在家禽 就是雞啊 鴨啊啊啊這種身上 就會出現很嚴重的呼吸道問題 也一樣死亡率很高 然後他因為呼吸道的問題還有全身性的感染 他甚至腎臟也會有問題 哦這個疫苗這麼這麼毒啦 不是不是不是疫苗是病毒 病毒 病毒本身 對對對 都有冠狀病毒的問題 對 那至今在動物界啊有疫苗但都沒有那種很有效的 大家是否還記得我們的WHO允許的冠狀病毒 新冠病毒的EUA上面 他的有效性高到多少他就承認你是個疫苗 歷史哥還記得嗎 他有一個有效性的比例數字 WHO說你在 超過50%吧 是不是 歷史哥很棒 我還記得 50% 對 那請問你50%的意思就是什麼 50%有效 50%沒效對不對 對 這跟我剛才講的那句話有沒有呼應 打了就有效跟沒效之間 那等於效果並不明顯 好 你看哦 這是第一劑那個一開始的狀況 如果他後面又變異了呢 那是不是有可能沒效可能比有效更多 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現在我們的疫苗都強調說 可以防治重症 那在動物上面也有這樣的想法嗎 還是其實沒有 其實我老實說我覺得 所謂的防治重症 在疫苗的研發出來的時間 跟病毒株比較靠近的時候 也許你可以這樣講 可是當他變異又變異又變異之後 這兩件事情的關聯沒那麼強 所以常常會出現那種 所以我才跟你說在動物身上 我還是講我們動物哦 動物身上就會有出現那種 你用冠狀病毒的疫苗 還會爆發同樣的病 而且還蠻嚴重的哦 不是爆發而已哦 是蠻嚴重的 所以就是沒有降低重症的比例了 到這個邏輯 在動物身上有時候我們就看到沒有 有趣 所以現在 所以現在世界的疫苗其實 正在走動物的路程哦 要是我來看 以我一個做收衣的人來看 目前人類發生這件事 我都覺得不意外啊 而且這些事情啊 我在我自己的Telegram上面講的時候啊 對 大概從前年我就開始講這件事 嗯嗯 就說我用一個做收衣的人看觀眾的病毒 我就覺得他就是這樣 他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也願意承認科學會進步 醫學會進步 OK 但你要證明給我看 我才會相信 這一次的進步跟以往不同 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和數據和分析 我是不會相信說 這種所謂的某某大藥廠CEO出來講 他們的疫苗超有效 追加劑疫苗超有效 第三次 這種事情我都不會相信 因為你從動物身上看到的就是這樣啊 好像沒有 煙下去 更嚴重 我講國語好了 在動物身上就是 有用冠狀病毒疫苗之後 他看起來沒有怎麼保護的狀況也會發生 甚至少數的狀況還會發生這種 你有打疫苗 還比沒打更嚴重 這個是冠狀病毒的特性之一是不是 特性 所以我在repeat 我從前面要講 從去年爆發冠狀病毒在人的時候 我就講兩件事 第一件冠狀病毒非常會變異 而且他變異 他什麼時候要變異 要在什麼地方變異 他不會通知你 他不會發函通知 然後不會廣播通知 你只有他變異了之後發生了疫情 你就會知道變異的 對 所以他的變異是常常發生 事實發生 不可預料 所以在動物身上我們會發現說 有時候疫情好像好嚴重喔 後來又消聲匿跡了 你會覺得說沒事了 這個病應該走了吧 不好意思 當你覺得他走的時候 他又啪又起來了 又一次 那意思就是說冠狀病毒在動物中間是普遍流行 主要是在哺乳類動物還是說 包括連鳥類可能都會有 就是禽類都會出現 對都會有 禽類跟哺乳類都有這個病 所以其實過去人類反而是特殊狀況 人類也有 除了SARS之前 人類也有只是 對只是沒有像這一次是呼吸道系統的這麼嚴重 以前其實就有冠狀病毒在 以前的冠狀病毒可能在人 比較偏向是消化道的 就是會產生一些拉 拉吸或是下力的症狀 但這一波不同 這一波是呼吸道 OK 所以其實冠狀病毒在人類的 這個就是一直都有存在 然後只是說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一波 針對呼吸道的冠狀病毒 很多人會伴隨著 就是烙曬啊 就是腸胃不適的這種症狀 這其實是本來就是他的症狀 對這個要用人醫的角度去分析說 他治病的原因或者是 是不是有合併感染這樣子 但是冠狀病毒本來就喜歡 攻擊腸胃道就對了 不同的動物有不同的狀況 像那個哺乳 像豬就很容易攻擊消化道 消化道 就很容易攻擊呼吸道 哪一種容易攻擊呼吸道 鳥類 家禽鳥類 在我們啦 我們的領域 就是動物的領域 比較容易看到這個 原來是這樣 那這一次新冠很厲害 新冠兩個症狀都有 對 然後 所以我再重複一次第一個聲明 冠狀病毒是一種非常會變異的病毒 它什麼時候要變異 要在哪裡變異 要變異的多嚴重 是不可預料的 是 沒有規律的 沒有什麼三個月一次半年一次 或者是5.7個月一次 沒有這種規律 所以他其實他的 那他的變異的強度 其實就是比流感還要兇 因為流感我們多多少少還能預測一下 他大概哪一型 哪一型這樣子 還是說其實差不了多少 你就動物的 動物也有流感 動物也有流感 對 我想我們不把流感放進來類比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很多醫生把它拿來類比 我覺得不太 不太恰當 我覺得冠狀病毒 它就是有這麼明顯的特性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變異的特性大家要放在心裡面 就因為它這麼容易變異 所以第二個特性就跟在後面的不能被忘記 就是他的疫苗效果不甚好 不是誰做的問題 不是這個疫苗是誰做的 或者是用什麼方法做的 不是這個問題 是就是不怎麼好 OK 所以其實它是本來疫苗 就是對冠狀病毒來講 疫苗在動物身上的狀況是 什麼方法都 其實效果都是有限的 對 至少以前我們看到的狀況都是如此 這樣子 然後新的技術出來的疫苗 沒有讓我看到比較好的狀況 就是說沒有證明它比較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討論第三個議題 就前兩個原則是確立的 對不對 好 第三個議題就是你今天的題目 第三劑吧 嗎 對 OK 我們可以討論這一個嗎 可以沒有問題 當然可以討論 所有的疫苗公司和工廠在設計他們的疫苗 研發他們的疫苗 製造他們的疫苗的時候 都有一個建議的施打 對 所有的目前新冠病毒的疫苗的工廠 如果你看到它的訪單 它會建議你出次施打第一次之後 追加補強一次 這就是兩劑 嗯嗯 聽得懂嗎 追加補 追加補強一次 那就是第二劑 懂我的意思嗎 初次是第一次 追加上去的補強第二次 對 那就是第二劑這樣子 好 這是他們原始設計的方案就是這樣 然後眼看著這個冠狀病毒的變異很強烈 然後已經有很多已經施打完兩次完整疫苗的人 對 接續的被感染 對吧 對 所謂的這個免疫突破 就突破了你構築的免疫長程 對 所以可見就是這個病毒的變異是很明顯 而且很快的嘛 對 你前面設計的疫苗已經不足以阻擋後續變異的病毒株了 對 對 好 我們共同探討這個問題就是 既然原始的建議就是兩劑 第一劑跟第二劑對不對 對 然後打第三劑就能擋住嗎 是不是你想知道我也想知道 嗯 因為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說 第四劑可能是無效的 我想說那第三劑我就懷疑有沒有效了 我都不好意思說第三劑也應該可能是無效的吧 對 因為所有的疫苗是用之前的病毒株或之前的基因序列下去設計出來的 對 OK 那它已經跳脫你原先設計的那個藍圖太多 以至於你完成兩次的完整接種之後 依然感染了這個變異之後的病毒 那請問你再打之前的那個疫苗 再來一次 這樣子說可以保護 說可以預防重症 說有什麼好處 我個人都覺得證明給我看 對 我還真沒辦法用你這種推論的方法 然後CEO出來講話的方法 認可 說打第三劑就很有效 然後發現打第三劑又不太行的時候 就這樣打第四劑 那我就想要問 打第四劑不太行的時候是怎樣 打第五劑啊 那打得完嗎 其實我對第三劑的質疑就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是很多人的質疑 就是說你跟我說打兩劑 然後你現在說第二劑不足又得打第三劑 可是你沒有告訴我第三劑打下去 到底可以增加多少 可是打了下去之後的負重是超級顯而易見的 我打第一劑全身痛啊 然後非常不舒服三天 三天虛的要不行 就都很累很累 第二劑全身發癢 然後整個人就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這樣子 是 所以你知道我特別不喜歡某公司的CEO出來講說要打幾劑 我就想問歷史哥 你覺得一個公司的CEO他的KPI是什麼 就是賣越多的藥 他的任務是什麼 賣藥 藥賣越多越好 那是他的任務嘛 你覺得會有某一個疫苗工廠的CEO出來說 大家不要打 大家打這樣就好了嗎 他會這樣說嗎 你會不會很意外 所以他叫你打第三劑你會很意外嗎 他的任務就是希望 所以打第三劑很確定一定有一個很好的作用是什麼 錢 你答對了 我可以賣更多的 有啊 高端的這個 高端的這個股價又漲了 不要說輝瑞或其他的 就說高端就好了 昨天就漲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先姑且不論大家是否從第三劑獲得了保護力 這些藥廠 這些賣疫苗的 是不是就從這件 打第三劑這件事情獲得了好處 好 你獲得好處也 我們也沒有要反傷或者是仇富這樣子 對 那我就想要知道我們打第三劑 我們這些一般人到底得到了什麼 得到了一個風險 對 你有更大的副作用風險 對不對 是 而且歐洲的藥品管制局啊 昨天 前兩天吧 我來調一下我的資料 嗯哼哼哼 就是歐洲 歐洲有一個藥品管理局 對 歐洲的藥品管理局 他已經在前天就正式提出來 警告喔 平凡注射新冠疫苗加強針 可能對免疫系統產生不利的影響 嗯嗯嗯嗯 他的明確說法是 加強免疫可以做一次 注意聽喔 加強免疫可以做一次 就是指你初次免疫完做一次 加強免疫做一次 這是兩劑的意思懂嗎 嗯哼哼哼哼 如果有必要 可以做兩次的加強免疫 這樣一共是幾針 兩次就三針 對 三針 最多三針 對 但我們就是歐洲監管機構說 我們認為應該 不是我們認為應該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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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對 欧洲的药品管理局都表示 不断重复施打新冠疫苗 会有免疫系统的风险 那我就想要问大家 你想要打第三剂 请问当新闻告诉你说 有人打了三剂 还是没有挡住其他的变异的时候 你会想打第四剂吗 不会 没有用啊 我就讲说没有用啊 它原始设计两剂 就已经是完整的疫苗计划了啊 那可见是什么 答案很清楚就是 冠状病毒非常会变异 它已经变异到你的疫苗设计的保护的 病毒的设计的保护的范围 已经跳脱了 所以你在一直打原来的那一个 就好像你把网一直张在西边这样子 然后那个鸟就一直从东边飞进来 你就觉得说这样可以挡住 这到底在想什么啊 对 其实所以整体来讲 目前就是你提出一些报告 提出一些数据 可是药厂还是没办法做出保证的时候 那等于现在整个防疫政策就必须大规模调整 因为如果说疫苗最多就是充其量只是辅助的话 因为如果说疫苗没有办法达到50%太低了 如果不能达到七八成以上 甚至你打了三剂 你应该要到九成以上吧 假设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的话 那等于是说疫苗只能是辅助吧 那最好的方法不就是不断的隔离 如果说要对这个病毒实施控制的话 就是隔离消毒嘛 那还有就裁剪嘛 那另外还有看到就是现在特效药说 那天我问郑医师 郑医师说五天之内使用 有点像客流感 早期才能发现 那就是要不断的提供裁剪 裁剪再裁剪 你一直裁剪 然后你裁剪到你刚好发病 然后赶快吃 把它克制住 这个逻辑是对的吗 其实那一天 你请郑医师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 跟郑医师参与你们的讨论 其实我们 其实我当然 我是用受益的角度 可以提供给各位在传染病流行病 还有冠状病毒 在动物上面的经验 我觉得我看的 我看冠状病毒的状况 不见得比人一看 冠状病毒差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数据和案例 那我就要讲这件事情 既然冠状病毒在动物也有 也有这个病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想要知道 那到底动物都怎么防控这个问题 会啊 会想知道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动物是 既然动物的冠状疫苗 效果并不显著 那该怎么做 所以其实动物和人面临同样的问题 同样会变异的冠状病毒 和同样没什么效果的冠状病毒疫苗 对吧 人面对的动物也一样面对 是 然后我们作为受益的 我们会面对到很多农场的主 在讨论这个疾病或者是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给出建议 对吧 然后我们 我就把我们会给 养动物的虚主的建议 也提供给各位 各位可以参考 对 我们因为动物是生命有价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不会有那种不停采检的问题 那我先讲我们建议 那个一般的虚主 就是说在你的农场里面有冠状病毒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第一个 你应该避免 病毒从外界进入 就是说你的场如果还没有得到的话 你应该严守你的场的大门 侧门 小门 围墙 不要让其他的动物从这些地方进来 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 你要注意到你的厂里面的清洁和消毒 只要进你的厂的人 车 物品 都要清洁和消毒 那是不是很像我们平常建议各位 你如果从外面回家 或者是回到你的办公室 其实你第一件事情应该做的就是去洗手 对 尽可能的洗手 然后消毒 对好好的把你的手洗干净这样子 然后进那个回家的时候把你外面的衣服换掉 就不容易从不是说绝对 但是会很大一个部分减少掉你从外界带病毒 回家的可能性对吧 对农场也是一样 就是你在门口设置一定的消毒清洁的方式呢 避免从外面进来的这种感染 那第三个就是避免动物和动物之间的接触 人与人的连结 意思就是什么 你要尽可能 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的厂里面养了10万只鸡 可能如果有这个病爆发的危险的时候 你要降低它的密度 比如说降到8万或者是5万只 就让它的密度没有那么高 哦 诶 这个很像中世纪的时候黑死病诶 人类从 所以 人类从意大利这一个城市 这个也不是中世纪 这个中世纪对中世纪黑死病 人家从城市疏散到乡村去这样子 是是是就是所以就是跟我们自我隔离是不是很像 就说你没事啊 不要到处哪里人多哪里蹭这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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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就都很明确了 跟我们平常在一般生活中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卫生习惯这种 请大家注意的 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第四点才会是使用疫苗 然后使用疫苗完了以后 你依然要保持前三项的事情 一直这样做 意思就是什么 你打完疫苗 你千万尤其面对冠状病毒 你别以为你用了疫苗 你就无敌铁金刚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以为是 所以我觉得欧美 或者是说有些宣传就说 你一定要去打疫苗 你非打疫苗不可 你打完疫苗就有保障 你打完疫苗就可以出国 我心里都想说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现在已经开始传这个风声 就是恢复正常生活 我刚好给大家看某药厂执行长 辉瑞讲的 他说人们有望很快恢复正常生活 可是同一时间又说 病毒太狡猾 以色列新冠疫苗研究 第四季恐难防Omicron 哇靠 那不知道到底是谁的 是不是第四季很难防的意思 就是要来第五季的意思吗 对 好 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脉络 一直讲到现在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是 疫苗 如果你有那个必要 和那个相信的时候 你就去用 用完了以后 你依然要保持你的卫生管理 减少出入那个 就是人很多的地方 也就是降低你的密度 这个事情 跟你没有打疫苗的人 要做的是一样多的 是 是 OK 好 那刚才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网友在那个聊天室问说 我对于大陆做法 大陆目前 对面对这个疫情 他们施展了多方面的手段 的看法这样子 我可以表达我个人意见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 好我来表达我的个人意见 第一个我觉得大陆做的几件事情 我可以把它说出来 第一个检测 海量的检测 OK对吧 他们那个检测不是 不是普塞而已 那个简直就是 他不仅是单纯的普塞 是多次密集的 而且常态性的普塞 对对对 他们的普塞的能量真的很惊人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叫火眼实验室 那个实验室可以移动 然后一天可以有两百万人次的检测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可以像两天就检测一次啊 像西安这样一千两百三百万的人口 可是他可以两天就检测完了 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 一四轮这样子有没有 对 而且是全塞哦 不是这种抽塞而已 对对 第一个就是检测对吧 对 第二个他们也用了疫苗 但他们的疫苗与一般的科技疫苗不同 他们是用了传统技术的死毒疫苗 嗯哼哼哼 这个死毒疫苗也获得WHO的认可 它的效力有达到他们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嗯哼哼 第三个 他们对于出入境的那个管控 是很严格的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检疫疫苗 或者是防疫旅馆 对 那是非常严谨的对吧 是是 对 好 第四个 他把大量的疫苗呢 分赠给友好或者是邻居的这个国家 对吧 嗯哼哼哼 我认为这几节这几件事都非 做得非常好也非常正确 因为你单靠堵好自己是不够的 就是你单堵好你自己的国家是不够的 因为会有别人从别的地方来 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有这样子的想法 不是我国家有疫苗 我国家能筛 我就天下太平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全人类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中国做的 把疫苗尽可能的送给多一点的其他国家是对的 嗯哼哼 第二个他们平凡密集的筛减 是在 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策略之前的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就是尽快的把根在火还烧不大的时候尽快把它扑灭 这也是对的 嗯 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在往后一点的状况 我们能找到好的解决策略的时候解决它 对 第三个我认为中国大陆使用的死毒疫苗是 目前所有上市被认可的疫苗里面呢 技术最老旧的 嗯我再讲一次他的技术是最老旧百年 但相对相对来讲他的技术也是最安全 嗯嗯 对我个人来说对我一个兽医来讲死毒疫苗是非常古老 成就的技术意思就是说这个技术是没有什么危险性 因为已经被证实了嘛因为这么长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都不好意思说MRNA这个技术 在很久以前我们从书上还有技术资料上面都已经知道有MRNA这个技术 可是你要知道哦 全世界的疫苗啊包括动物要不是这一次新冠疫情 是从没有用过MRNA这个技术做疫苗对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 MRNA技术啊连动物都没用过那我们大家是怎样 白老鼠附身吗 我們現在就在做大規模的mRNA人體試驗 你知道嗎 那我們不就每個人都要戴上迷老鼠的頭飾 然後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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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天啊 對不好意思那我就沒有 哈哈哈哈 你就會覺得說mRNA到底會怎樣 對 其實不好說欸 你知道嗎 真的不好說欸 你知道今天啊 我就在那個另外一個網站上面說 歐洲藥品管理局建議 上週五1月14號 歐洲藥品管理局建議 將罕見急髓炎症 一種叫做橫斷性急髓炎 列為AZ新冠疫苗副作用之一 哦 有點恐怖欸 你你你你你懂我在講什麼 我懂我懂我懂 這種含進軍不該會被列入 所以他說產生病疫 他是 他把他列為副作用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意思就是說你用這個疫苗 有可能會有這個副作用 他在警告所有的醫護還有病人 你選擇這個他有這個副作用 你要把他列入考慮這樣子 那那就是我在講的一件事情 死毒疫苗看起來是一個非常老舊的技術 對 他安全可能也許沒什麼效果 對 問題是他不致命也不致害 你聽得懂嗎 懂 但mRNA還有那個AZ所採取的 那個黑猩猩載體這種啊 都是新到不行的技術你知道嗎 最新超新超級厲害 對 但是連動物都沒有用過的疫苗 現在全人類都在用 哇 我真的 那我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當初這些大型藥廠 都要選擇這麼新的技術 而不是像中國這樣子 採用一個傳統的技術 這種傳統技術研發並沒有什麼困難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了 老的技術不容易發大財 哦 了解 是不是 我用最新的技術 歷史哥 我給你一個最新科技的 XXX 是不是應該要賣你貴 對 我有研發的經費 我有製造的 像是說一季881塊這樣子 新啊 對 又高又端 簡稱高端 哦 了解 是不是 嗯 呵呵呵 所以 最新最 所謂的最新技術 到底是不是最好技術 我們大家真的 可以拭目以待了 嗯哼 那一技兩技三技 四技五技六技這樣打下去啊 對 是否有其他的疑慮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 我只能這樣說 不知道 我是不敢再打了啦 因為正醫師已經覺得說 要付出的風險可能會高於他的效果 所以我 我聽從正醫師的建議 我個人認為 我老婆最近也在說要不要打第三劑 因為我爸一直催他要打第三劑 但我跟他說不要打 對 因為我比較相信正醫師 我就講啊 嗯 我 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啊 你打第三劑完了以後 你是準備打第四劑 還是準備打第五劑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疫苗的設計 是按照舊的病毒株設計的 嗯 它不能擋住新的變異已經被證實了 是 那麼你多打幾次這個舊的設計的疫苗 意義何在除了藥廠發大財之外 嗯 對你來講意義何在 其實你需要去承擔 就是這些新疫苗的風險 你要一次又一次的去承擔 對 你聽得懂在講什麼 了解了解 你願意你就承擔 但我認為很多 呃 醫療人員或醫師啊 沒有說真話 他沒有告訴這些 一般民眾說他重複施打的風險何在 他需要去承擔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都避而不談這樣子 閃避這個問題 嗯哼哼哼哼 那我做一個獸醫啊 我當然對於這些事情 我有我的看法 我有我的見解 我有我的選擇 對 那我有我的專業嘛 對 那我就去做我懂得的選擇 但一般的人到底有什麼專業 可以去判斷這個 他們真的知道死毒疫苗 MRNA 載體疫苗有什麼不同嗎 我覺得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只有在那種 不是我們的我們的專家學者 我們的官員都直接坦白 就直接說 疫苗都差不多啦 我聽了就很火大 怎麼會差不多 做法差那麼多 怎麼會差不多 對 然後一直推混打 那混打的根據是什麼 也從頭到尾沒有任何數據 就用感覺的嗎 我覺得太過分了吧 用推論的 對 用推論的 所以我才會講說 MRNA這個技術啊 很久以前我們在資料上面就有看過 它的技術是OK 有這種技術 但實際上它在現實使用上面 有沒有疑慮 或者是其他你看不到的作用啊 其實要用下去你才知道 我一直覺得 MRNA連動物疫苗都沒有 我要講喔 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疫苗 是用MRNA技術做的 是 沒有 是 沒有 但新冠疫苗的MRNA疫苗 就是我們在動物 所有的動物都算動物了 那就是第一次 死毒不是喔 死毒有很多了喔 死毒疫苗在動物有非常非常多 活毒也有非常非常多 對 OK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這個比較那個的喔 次單位 蛋白質次單位疫苗 在動物也有喔 但 沒有成功的 至今為止 喔 次單位在動物沒有成功 至今為止 有研發出來使用的 效果非常好的 沒有 不是只有在我們國家沒有喔 是全世界都沒有 我的天啊 這個真的太有趣了吧 所以其實連全世界上 我告訴各位的就是動物啊 人類的那個Novavax也沒有成 也到現在也還沒正式啊 所以我們在全世界的逆行耶 台灣 打了一隻高端是連動物都沒有成功的技術原理 我的天啊 世界怎麼能跟得上台灣呢 這個齁 出暴言論大可不必啦 世界齁怎麼會跟得上台灣呢 高端就是最好的疫苗啦 價格上也要最好 對 太太沒有打到心情很不好啦 天啊 太好 他自己打AZ啊 他又不打高端 所以 OK 我想我很負責的把 這些狀況在動物身上的 就是說在其他動物啦 不是人類這種動物的狀況 跟大家分享 那我也把我對疫苗的看法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應該要請陳醫師去中廣聊一集才對 好哦 我等一下跟你資訊一下 我覺得太誇張了 這事情太驚悚了 好啊 我還可以 我可以跟大家用 我是一個獸醫 還有對動物理解的狀況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把今天的這個 聊天的內容啊 稍微記一下 稍微清一下 然後你就 想一下 不要被過多的媒體 還有宣傳給恐嚇 給驚嚇 然後給催眠說 不行 這個我沒有混打啊 我就輸了 所以我一定要去 就像我只有喝那個柳丁汁 這樣就輸了 我一定要柳丁加巴勒 然後再加鳳梨 如果有芒果再加芒果這樣子 這樣每一種我都有喝到這樣子 你把疫苗當成這樣的話 沙拉牛丸 沙拉下點牛丸 太誇張了 好 那如果疫苗公司設計出來疫苗 兩劑是完整的免疫 你要追加第三劑 歐洲的藥品管理局已經建議你 再最多就是再追加一劑 請不要自己覺得說 打越多越有效了 4劑5劑6劑7劑這樣子 只要有新的我一定要跟上流行 新世紀高端戰士 請愛惜你的生命 也愛惜你家園的生命 太驚悚了 我覺得這個是這一次在疫苗上面 除了正面的從人類的數據來觀察之外 陳醫師提供給我們一個是 冠狀病毒其實它的耗發群 是在動物身上 那陳醫師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它竟然可以在家禽家畜類流轉 也就是說它可以在哺乳類 跟鳥類之間這樣跑來跑去 它是不是甚至連爬蟲類這一些 它們都可以感染 所以就是說這冠狀病毒 它是可以不斷在物種間跳躍的 是這樣的狀況嗎 歷史哥你這個解讀就有一點太過了 對太多了 其實冠狀病毒是一個大分類 但是它對於不同的物種的特殊 對是不同相不相同的 但你講的這種狀況 我不敢說在未來會不會發生異物種 就是不同種類動物之間的交叉感染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講的流感就會這樣子 禽流感跳流感跳了下去 禽流感還有西班牙流感 那一次的全球大流感 它是從豬跳到人的身上 但這種跳躍啊 是在幾千萬幾億次的跳躍之中 可能會有成功的機會 因為它跳躍的嘗試 它不會跟你講 病毒不會跟你說我要跳囉 我明天要跳哦 我明天下午跳哦 我要直播大家看哦 他不會說 他其實一直會試著去跳 但什麼時候會跳成功 那只有被發現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原來是在回溯的過 就是在歷史回溯的過程中 對 才會去被釐清說原來是那個時候跳 好那晚一點了 這個我們短片跟直播再相見了 好大家晚一點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場——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